中正网报道 有传闻指花样年 中国与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 组织架构合并 并成立专门的债务与资产重组小组 花样年控股回应称 有关架构合并属实 针对此次境外流动性问题 花样年在地产投资决策小组 地产产品决策小组 地产招财决策小组等决策委员会的基础上 增设专门的债务与资产重组小组 由花样年执行董事科卡生担任小组组长 在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的领导下 统筹集团债务与资产重组工作 按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 化解流动性风险 小组下设政府与合作项目执行组 金融机构执行组执行秘书 花样年早前透露未能偿还于10月4日到期的 2.06亿美元债务 另外 花样年表示 何敏和王佩诗已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公告指 何敏因需要投放更多精力 专心追求他的其他个人目标 对他未被及时智慧若干公司的重要事项表示关注 公告又指 根据上市规则 公司需委任至少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及其中至少一名必须具备适当的专业资格 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 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占董事会成员人数至少三分之一 与两人辞任后董事会将尽最大努力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尽快物色合适人选填补空缺